中国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策略,即完全停止向美国和其盟友出口两种关键元素——加合者。 根据美国之音网站1月21日的报道,自2023年7月起,中国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的加合者出口,同时对日本的出口也大幅减少。 这一举措对美国其盟友产生了重大影响,可以从加合者的用途及其稀缺性两方面来理解。 加是一种在电子学、光电学、材料科学和照明技术等众多领域广泛使用的关键材料。 它不仅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,还是电子元器件、液晶显示屏、太阳能电池等的必需元素。 此外,加在制造光电器件、各种传感器、化工产品、各类合金以及稀土永磁等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简而言之,加的广泛应用使得许多技术领域高度依赖它。 这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材料,在半导体、航空航天测控、核物理探测、光纤通讯、红外光学、太阳能电池、化学催化剂以及生物医学等领域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。 它对芯片、电子和通信行业也非常关键。 缺乏者同样会对这些技术领域造成严重影响。 综上所述,中国停止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加合者的决策,对依赖这些关键材料的行业和技术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挑战,显示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更加主动和强硬的姿态。 关于加合者的稀缺性,首先来看价。 全球已公布的加储量大约为33万吨,其中中国的储量约占26到28万吨,大约占全球总储量的80%至85%。 然而,真正令人关注的不仅仅是加的储量更在于它的产量。 中国的加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6%,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加供应具有决定性影响。 即使其他国家拥有加储量,它们也面临生产上的挑战。 原因在于,生产家的过程异常复杂,需要依托于大规模的电解铝产业。 具体来说,加的提取需要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电解铝生产,然后从电解铝的废渣中提炼价。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发达的电解铝产业,那么提炼价的成本会非常高昂。 电解铝市场已相对成熟,突然增加的电解铝产量也难以找到市场。 此外,电解铝生产需要大量的电力,而许多发达国家目前面临能源紧张的问题,这使得它们难以支持大规模的电解铝生产。 因此,提取加不仅仅是提炼一个金属那么简单,它需要建立更多的发电厂,发展庞大的电解铝产业,并需要有相应的制造业来消耗产出的铝。 在这方面,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尚未建立起这样的产业链。 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加的提取,但在缺乏相关产业支持的情况下,其高昂的成本和经济代价使得大规模生产变得不现实。 褶的全球储量有限,与家的情况相似,但更为稀少。 目前全球已探明的褶储量约为8600吨,其中美国和中国占据超过80%的份额,分别为3870吨和3500吨。 尽管美国拥有丰富的褶储量,却并未发展相关产业或进行开采。 相反,全球大约70%的褶供应来自中国,褶在自然界中分布极为分散,难以形成独立矿床。 它通常与含流化物的铅、铜矿和煤矿半生,中国主要通过开采煤炭和冶炼链芯来提取者。 由于褶在矿物中的含量极低,加之开采和提取过程的复杂性,导致其产量始终不高。 以2019年为例,全球一年的褶产量仅为131吨。 就像加一样,美国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足够的产业来自行提取者。 那么美国如何获取加合褶呢? 一方面,美国可能拥有一定的储备,另一方面,它可以通过回收废品来提取这些元素。 然而,鉴于需求量巨大,不论是依靠储备还是回收都难以满足需求。 因此,中国对加合者出口的管控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影响,尤其是长期来看,这将使美国面临更多困难。 尽管如此,美国目前似乎并未公开表现出这种困境,而是继续保持其立场。 中国已全面展开对美反击,其强劲的持久力不容小觑。 通过限制加合者的出口,中国对美国采取了在中美贸易战中最为强硬的反击措施。 这不仅仅是一次行动,而是中国对美国采取全面战略反击的开端。 可以说,只要美国极其盟友继续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实施限制,中国的反击将会愈发强烈,手段也将更加多样,这表明中国对美反击的潜力是巨大的。 在中美科技战打响四五年后,中国为何去年八月才采取如此措施? 主要有三个原因,一,减缓科技战节奏,争取时间,在打响科技战初期,中国一直处于不利地位。 为了获取更多研发追赶的时间,中国选择让美国逐步展开行动,而非一次性使用所有策略。 实际上,这种策略确实减缓了战争的节奏,我们拖慢了节奏,更是延长了时间周期,为中国赢得了宝贵时间。 二,避免过早暴露策略,保留后手,中国不希望过早展示其绝招,以免让美国意识到自身短板,从而获得更多准备时间。 通过减缓美国在科技战中的步伐,同时保留反击手段,中国营造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局面。 准备就绪,与过去相比,中国在去年七八月份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华为拥有了自主生产的5G高端芯片。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,中国使用佳合者进行反击的时间点,仅比华为推出新手机早一个多月。 这意味着,当中国准备就绪具备了绝对的把握时,其对美国的真正反击才正式开始。 中国近年来,在全球稀土市场中的举动,尤其是对佳合者的控制,被视为对美国的一种战略性反击。 这种反击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一种渐进的策略,旨在逐步增加美国在关键资源领域的依赖和脆弱性。 美国过去在多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,但现在,中国在某些关键资源,特别是佳合者的控制上,似乎开始反过来对美国施加压力。 佳合者对于高科技和军事装备至关重要。 随着中国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加强,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这些关键领域面临供应短缺的风险。 这种局面可能会逐渐削弱美国在高科技和军事装备方面的优势。 更重要的是,中国在全球稀土资源的控制上拥有显著优势。 稀土元素在高科技制造中不可或缺,从智能手机到先进的防御系统都依赖于它们。 中国若逐步限制这些关键元素的出口,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会构成长期且持续的冲击。 此外,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进步,特别是在高端5G芯片的研发上的成就,显示了中国在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方面的能力。 这表明,即使在高度竞争的技术领域,中国也能够自给自足。 然而,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不容小觑。 尽管中国的措施可能对美国产生影响,但美国拥有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。 美国的科技创新、产业基础和全球影响力都不容忽视。 最终,中国的这一战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可能会见证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权力动态变化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特别是在美国下届总统任期结束时,这种动态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。 这将是观察中国真正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时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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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